各位学员大家好,欢迎大家观看安全工具系列课程 本章节咱们主要介绍一下AWS这款工具 说起这款工具,想必大家都不是很陌生 这款工具可以算是安全从业者的一款必备工具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本章节主要讲解的内容 以AWS的工具介绍及用途 当我们需要学习一款工具的时候 我们需要了解这款工具是什么,怎么用 以及我们为什么要使用这款工具 二,AWS的安装及应用 在这节课的时候,我会跟大家一起来安装一下AWS这款工具 并介绍一下它的一些常规功能的一些应用 三,AWS实力演示,漏洞扫描 那么在这节课,我会用AWS对一个网站进行一个扫描 首先这个网站是我们本地搭建的 然后我们使用这款工具的时候 不要对互联网上一些公开的网站进行一个扫描 四,AWS扫描结果的分析 AWS有一个功能可以将扫描出来的结果以报告的形式输出 那么我们在最后一节会对这个报告进行一个分析 从而让大家更了解这款工具 适用的学习对象,学习安全技术初学者 因为这款工具简单实用,很适合初学者来学习 并很容易地掌握这款工具 建议的学习方法 以尽可能做的尝试使用不同的单线功能进行扫描 因为它有一项功能可以对一个网站进行一个整体的扫描 但是它有一些比如说单线功能 扫描某一项,比如扫描某网站的一个搜入注入 或者它是一个XSS 或者说一些端口探测 那么我们建议的方法 你需要尝试使用不同的单线功能 而不是说一个整体的扫描 二,对扫描结果的每一项都仔细地查询它的相关的技术内容 本节课咱们先主要了解一下我们这个章节主要学习的内容 那么接下来的课程我们会详细地介绍这款工具 本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